有网友发文说身边有国外朋友想跟团 参加旅行社安排的台湾旅游套餐 总计七天六夜 但行程曝光之后让不少网友摇头 其中有连续两个吃病的行程排在一起 还去看教堂跟访欧式建筑 最后安排逛东区地下街 被网友质疑是在凑行程 但对此国内有旅行社业者表示 其实行程安排并无不妥 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另外有一名中国大陆的部落客发文分享来台心得 其中提到了有两点让他觉得很不方便 国内议题不断 有网友的外国朋友想参加旅行社来台湾玩 他贴出行程要大家看看花多少钱才合理 七天六夜 但第一天就被其他网友批评 排了台中的第四信用合作社 又排了公园眼科 两家都在吃冰 为什么这样的行程要排两个 接下来网友继续质疑 来台湾看东海教堂跟老英格兰庄园 这是认真的吗 认为这并不是台湾特色文化 而行程最后一个景点还被加入了东区地下街 也被炮轰是在凑行程 另外因为抵达台湾当天晚上就直接杀到台中住宿 因此总共算是七天行程 自由业者认为以外国人角度来看可能会不一样 台湾人觉得很像 你可能是吃冰你觉得都爱吃冰 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 或是对于其他的旅客来讲 他可能就两家是不同的地方 依照吃住等级不同 协会理事长认为这样的行程费用 大概落在三万到六万元之间 就看旅客能否接受 近来还有一名中国大陆的部落客 发文分享来台湾的心得 其中提到台湾手机支付普及率不高 逛夜市大多要复现令人不解 另外街道上也很少看到垃圾桶 看东西本身他收垃圾 他是要付钱的 智慧或协会 还要搭配政府的部门 提供一些空间 网设公用的垃圾桶 建议政府如果要推数位化 就要提供一个平台 只要填一份资料 他就可以申请到 多样的行动资务 目前部分有民间组织的夜市 行动支付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但也有部分夜市可能缺乏整体规划 及时相关部门协助辅导 毕竟夜市文化也是台湾观光 重要的一环 记者在林一星台报导